欢迎来到,美国生活365 本周最大的事件是囚犯交换 哈里斯前往机场欢迎从俄罗斯或是美国人回到美国 哈里斯和拜登声称 他们从这次交流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并始终保护美国人 对于在俄罗斯受到诬告的美国人来说 回国是件好事 然而,我不禁想知道 以拜登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俄罗斯释放了哪些俄罗斯囚犯 我们又从俄罗斯接收了哪些囚犯 让我看看谁参与了这笔交易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 格圣科维奇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 惠兰在交换中受到欢迎返回美国 其中包括释放先前在俄罗斯被拘留的16人 已换取美国、德国、挪威、斯洛维尼亚和波兰拘留的8人 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斜线自由电台的俄裔美国 俄罗斯众罪犯中的3人 俄罗斯商人弗拉底斯拉夫、克柳森、Vladyslaw Klein 去年因参与涉及窃取美国电脑网路贸易公司资讯的 骇客计划而被判处9年监禁 利润约9300万美元 他还被命令支付超过3400万美元的费用和额外赔偿 克柳森侵入美国电脑网络 获取公司机密信息 并利用这些资讯在美国股市非法赚钱 他可以透过在外国基地实施犯罪 隐藏在层层假域名 虚拟专用网络和以假民租用 并以加密货币支付的电脑伺服器后面来逃脱惩罚 俄罗斯议员之子罗曼 谢列兹涅夫 Roman Salasnev 于2017年因针对销售点系统窃取信用卡资讯的大规模骇客计划 被判处27年监禁 造成美国人医 69亿美元的损失 华盛顿州联邦法院做出的判决是美国有时以来对骇客犯罪的最长刑期 从2009年到2013年 谢列兹涅夫以华盛顿的几家小型企业为目标 谢列兹涅夫侵入了销售点系统并窃取了信用卡号码 然后在网络上非法出售 这些信用卡号码随后被用于欺诈性购买 谢列兹涅夫是在拜登的压力下被释放的 58岁的俄罗斯杀手瓦迪姆 克拉西科夫 布丁克拉西科夫 是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上校 目前在德国监狱服务企图行 他是莫斯科希望交换的俄罗斯囚犯名单中的首位 2021年因在柏林公园刺杀一名车臣 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克拉西科夫是在拜登的压力下被德国释放的 以保护德国国民并表达对美国的声援 俄罗斯总统普丁先前在2月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暗示 他可能想用克拉西科夫换取格圣科维奇的释放 乔拜登总统周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们的残酷磨难已经结束 他们自由了 真的吗 这三名无辜美国人的残酷磨难已经结束 更多美国人的另一场噩梦正在进行中 这种囚犯交换本质上是拜登政权向俄罗斯或其他国家颁发的许可证 可以毫无恐惧地在世界任何地方为所欲为伤害或者杀害美国人 如果被抓住 他们的国家可以绑架任何无辜美国人来换取众下伤害美国人的罪犯免除任何法律惩罚 拜登同伊朗协议为换取五名人职释放付出了60亿美元高额赎金 不知此次囚图交换拜登又花了多少美国纳税人的钱 正如蓬佩奥所说 拜登非常错误和危险 应该靠美国威力迫使伤害美国人的人打消伤害美国人和绑架美国人的念头 川普蓬佩奥曾经没花一分钱成功让北韩释放三个美国人制 这三名无辜美国人的残酷磨难已经结束 更多美国人的另一场噩梦正在进行中 这就是今天的政治评论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按赞和分享 谢谢